大家好 今天來炒個鴨子 我們先生要切鴨子了 今天去買了一坨 切了半坨下來 今天跟一坨下去煮 還有一瓶啤酒 先生切鴨子 你看今天這個翻鴨很好 都是瘦的 一點點皮都是瘦的 沒有油脂 大家好 今天來做一個美味 鴨子炒檳榔葉 這檳榔葉是太大個了 剩下的半個 就是放在樹洞裡面 炒鴨子 然後我先把花椒放進去 這些花椒是 我要的是花椒的那個味 就是一會兒我要把花椒撈掉 把這些花椒炸香 這些撈掉 油炸過花椒的 放進姜片 這個姜很關鍵 這個是黃姜就很好的姜 土的鴨子就是沒有去焯水了 這下就放姜 姜已經爆香了 放鴨子 炒至一會兒我換一種味鴨鴨 炒至一會兒我換一種味鴨鴨 這下我又要放那種味鴨鴨 這下我要放啤酒 這個下次我要放啤酒 拿出來 放入一瓶的啤酒 大火烧开 然后我就放那个温火慢慢的炖 慢慢的那个 因为牙块大块 我刚刚只放入味季鲜 现在要放少许的盐 然后鸭肉筷子能插下去 就是熟了 但是要煮稍微久一点 这下要放入那个冰榔液 这个冰榔液是干净的 之前就是一大个 分成分成那个一半 这一半是放在那个树洞里面 这一半是放在树洞里面 冰榔液你们要是大个可以这样子 这下就放冰榔液进来跟它烧 就是鸭子鸭子的肉已经筷子能处下去了 再放入冰榔液 哇美味的鸭子 汤汁也缩的咖啤 这就是我今天煮的鸭子 这个鸭子品质很好 啤酒鸭子 啤酒鸭子 我放了冰榔液 放了冰榔液 这冰榔液也很酥 朋友好 朋友好 大家好 今天这个就是美味的鸭子 可以尝试一下做给家人吃 真的很美味哦 这样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一路的关注 拜拜